好 那社长 我们谈了很多女战士的故事 但你说 在中国的证史上面 只有一个人 她被列在史册里面 她是秦良玉 对 中国二十五史 有一本叫《将相列传》 《将相列传》全部都男人的天下 要打仗当然是男人的专利 所以没有女人可以进《将相列传》 唯一在民史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女人 叫秦良玉 唯一进《将相列传》 对 进《将相列传》 《将相列传》 唯一的一个会打仗的一个女人 二十五史特别把她编进民史里面 那这个秦良玉为什么她会被编进呢 功劳有多厉害 功劳有多大 她有多厉害 她在明朝万历皇帝的时候出生的一个女人 她大概在二十六岁的时候 她一身打仗 几乎没有吃过败仗 她打过几个友评的 包括我们讲 努沃哈士跟她打过 她跟努沃哈士打过 对 努沃哈士也没逃到便宜 当时她正所 在吴三桂之前正所三海关的 其实是她嘛 另外 她正所过三海关 对 另外她还跟谁 跟张献忠打 张献忠不是入四川大杀四方吗 全部杀 只有一个地方张献忠不敢去 就是清良玉 她驻守了一个地方叫中州 中州现在重新的一带 驻守在这个地方 张献忠说这个地方 你反正要打你就给我绕过去 因为审兵折将在这个地方很严重 张献忠两个大将 一死一重伤都是清良玉把她打下来 另外她在二十六岁的时候 曾经当时明朝总督 颁给她一个匾额叫 女中丈夫 为什么才二十六岁 她二十六岁的时候 她信念你可以看她拿这个武器 她信念了大概三千个子弟兵 叫白杆兵 白杆兵 她其实这个枪杆 是一种白木做的 所以叫白杆 白杆 你注意看她那个枪头 跟一般的枪不一样 她这边有一个勾下来 有个勾子 她除了前面有一个尖以外 这边有一个勾 这个勾她可以用砍的 用勾的 可以拉的 都可以用 后面这边有一个铁环 铁环可以敲击用 而且这个白杆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我如果登城墙作战的时候 或者在攀岩山壁的时候 我可以勾吗 我这个勾去勾 勾后面这个环 一个拉一个吗 一个拉一个 她就可以快速攀登 这样子 对 那秦阳玉她武功高强到什么 她在26岁的时候 为什么会得到 女中豪杰这个辩额 她当时在明朝的时候 在万绿连迁 波州杨应龙之乱 波州是现在的荧贵 荧贵一带 很飘案的一个民族 荧贵杨应龙叛乱 叛乱以后她手下有五个大将 那当时秦阳玉就率领她的三千 所谓三千百杆兵 跟她老公 她老公是中州的仙府使 叫马千胜 就是那个湖泊将军马延后代 马千胜 她其实跟她老公也是一样 刚才讲比武朝亲 她也是比武朝亲来 她比武朝亲 她比武朝亲 她本来比武的时候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她当时有一个王库子弟 叫曹高 在四川很有名 王库子弟喜欢她 那去比武她知道打不过她 打不过她 她叫那个傅燕武师 武师去打秦阳玉 说你把她打败了 把她起回来再给我就好了 结果傅燕武师去秦阳玉 列台打 竟然被打得满地爪牙 被秦阳玉打败了 对 所以她真的是一手 他们讲说一手梨花枪出神鹿化 骑这个桃红式的马 白桿梨花枪 这很漂亮一个梨花枪法 那后来她就一路 26岁刚才讲说 郭州杨映荣之乱 他跟她老公带了 三千白桿兵去打 杨映荣设设计了五道关卡 五道关卡 第一道关卡叫邓坎 邓坎 邓坎 这个邓坎 邓坎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叫杨超栋 守在这边 五千兵马 五千兵马 那看秦阳玉打头阵 秦阳玉上五百 三千兵马 他还没有三千兵中 五百 过两千五店后 五百出来又敌 结果对方看五百而已 五千全部就直接冲出第一关 全部冲出来 是 五百对五千 十倍 十倍 歼灭五千人 秦阳玉 这么厉害 对 这一战是非常有兵的 歼灭五千人 对 一大十 对 我们讲说过五关 三斩六将 其实那个行动词 就是秦阳玉做的嘛 他过五关嘛 他一关两关三关四关 到第五关 就非常有名叫楼山关 楼山关 楼山关 当时他是两边 那个像咸乃峭壁一样 你要供应器很难 路太窄 所以当时楼山关的守将 就守在 等于我一副当关 万副莫敌嘛 你进不来 大部队也开不进来 结果秦阳玉他就很厉害 他跟他老公两个 两个人起码并配 直接使用他的鲤花枪 就直接一路打 又冲进去 一路打 但打他不是这样白干 就蛮干了 他其实就 刚才我讲说 他这个是攀岩很好的一个力气 一个拉一个 他从楼山关这边 对 从那个鲤花枪一个拉一个 跑到那个山顶 从后面两边才突破 又是夹击 又是夹击 所以他五官后来 斩首杨应荣 杨应荣 所以明朝才会搬他一个女中丈夫 所以第一 我们在讲说 努沃氏也是一样 努沃氏当时八万大军 不是攻军打了明朝 溃不成绩 对 打到宁元去了 后来他跟他老公 在一个叫混合血战 混合血战的时候 混合 对 一个叫混合 混合 混合 对 在辽东那边 混合血战 为什么他后来会派出山海关 是因为这个混合血战 他打得太漂亮 他跟他老公 还有他的兄长弟弟 全部都去打 儿子全部都上阵 但是当时 因为努沃氏毕竟 前亲的力量很强 武力很强 他打的时候 他哥哥在正前 被努沃氏上面斩首 斩首 他弟弟也受伤了 他弟弟也受伤 结果他怎么办 一个女人家 他就使用这样所谓的白杆枪 直接带了几个兵马 就直接冲出去 在乱惊之中 土尾找到他的哥哥尸体 把他带回来 然后把他地力 受伤的地力也救回来 还外带怎样 外带当时 他儿子 他儿子出去救人的时候 被对方前亲的剑射伤了 他儿子 史书写说 他儿子叫马祥宁 多飘汗 他儿子可以把那个剑拔起来 被射中了拔起来 拔起来也要反射回去 还射了三个敌将 所以卢哈斯就讲说 这个女人不要碰 为什么 明朝以前很弱 喷到这个钱阳宇 卢哈斯后来就说 这个三乃官有他手 那个明朝说三乃官有他手 卢哈斯就绕到三乃官 对 这是呢 那最后一个刚才讲说 那个四川那个 张献忠 张献忠 张献忠入属的时候 也是势如破竹嘛 根本明朝亏不成亲 那打进来的时候 后来他就在这个中桌 这个地方跟他老公 他老公后来早死 剩他一个年 当时已经六十几岁 张献忠打来了 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 已经六十几岁了 一样上战马 我说张献忠有两个大将 一个被他枪 直接挑中 六十几岁还可以挑中 对 挑中 所以一个大将死在他手上 另外一个大将给重伤回去 所以张献忠后来一直讲说 在这个中桌这个地方 我们四川前进都拿下来 中桌这个地方放弃不打 就是因为勤良欲 好 我看到了四十年前 中共挖到了一个墓 这个是富豪墓 也就是五丁的原配 五丁的法妻 没有想到这个是 刚刚讲他是一个女祭司 他是一个女战神 他帮助他的先生 一捅天下 一看出在当时 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 有他跟五丁 整个殷桑才有办法复兴 今天在围棋界 甚至在人工智慧界 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消息 本来大家都认为说 围棋是人类跟人工智慧 最后的一个堡垒 没有想到今天人类派出了围棋第一高手 叫做李适时 他是现今围棋的第一人 没有想到他在跟电脑比赛的时候输了 我们看得懂 好 17-4 右上角的小木 人类卡通麒麟王当中 少年光被盘旋千年的麒麟 藤原作为附身 不过现实中 Google DeepMind 则开发了人工智慧系统 AlphaGo来下棋 Google DeepMind 甚至邀请了南韩天才棋王李适时 来和人工智慧一蹶高下 比赛就像动漫《麒麟王》一样 AlphaGo在虚拟空间下棋 会有一个人帮电脑下棋 而这个人就是来自台湾的黄世杰 担任助手帮AlphaGo下棋 先前AlphaGo团队号称有99.8%的信心能赢棋 果然在第一站就告捷 未来一个星期 旗王与电脑还有四站要比 这场人机大赛也将提供约3300万元台币的奖金 东安新闻归中心综合报导 今天我告诉你说当人类跟电脑下围棋 人类输掉的时候你说不可能 这个是今天在整个网站上面 你的预估认为人类赢得也占62% 他竟然输了 你为什么输了是一个大危机呢 没有人在谈围棋 1月28号NATO国际期刊用封面在谈这件事情 他讲了八个字 人类智力最后堡垒 你看今天所有的科技网站也是八个字 什么哪八个字 人工智慧终极挑战 你看今天所有的媒体很多媒体大字 人类尊严终极一战 人类尊严 这么严重吗 这么严重 因为围棋被认为是人类创造出来最复杂 最难的一种游戏 而且它不只是一个计算问题 它有判断的问题 逻辑思考的问题 你如果当你可以击败人脑的时候 对 代表你这个电脑不只会计算 你还会逻辑判断 你还会思考 你还会有棋的感觉出来 有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让你觉得什么 他当他击败世界第一高手的时候 让你知道魔鬼终结者 鹰演这种电影都不再是虚构的 可是 我不好意思 我对围棋不熟 今天出来李世时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还有这么厉害吗 而且他还这么年轻 对 李世时 这个1983年生的 今天33岁 这才33岁 他在12岁的时候 就成为职业骑士 12岁 他12岁就职业骑士 他变成职业骑士之后 一直下来就不败 从来没输过 所以他有个外号 叫不败少年 就想他什么时候才能把他击败 他是不败少年 你知道他拿了多少个国际头衔吗 多少个 世界冠军18个 18个世界冠军 那他最重要就是2003年 拿了富士通碑 世界冠军 一下直升九段 第二件事情 他在2009年 他直升九段 2009年 他干了一件事情 他居然跑到大陆 去下大陆的围甲赛 韩国人就气死了 所以你不能 你要在韩国下 他能不能到大陆去下棋 他大陆去下围 维持他不败少年的身份 你知道他在大陆去下围甲赛 创下什么 创下什么 19年盛 在大陆19年盛 他在中国大陆也是打遍世界无敌手 因为你知道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世界围棋最强的是中国大陆跟韩国 日本呢 日本第三 台湾第四 但台湾已经快赶上日本了 台湾快赶上日本了 好 那因为他们两个是世界上最强的 那你事实跑到大陆去 19年盛 我跟你讲 谷歌这次很有趣 你知道吗 Google做件什么事情 什么事 因为Google不能进大陆 它跟大陆不好 所以他找韩国世界地人下 你知道这档比赛用什么规则吗 什么规则 用中国规则 这还有分中国规则 有分中国规则 台湾规则 日本规则 韩国规则 规则一直不能统一 世界危机上的一个大问题 就你在韩国四级酒店 跟韩国第一次高手下 用中国规则 用中国规则 你看庙在这里吧 好 那李世实在2009年 到大陆去下了19年盛 到2004年 大家一定要决定 世界第一人是谁 就找了中国第一人 叫古力 古大力 跟李世实两个人 十番大战 十番大战 孟百合 世纪巅峰之战 谁赢了 就可以拿500万人民币 500万人民币 输得20万人民币 结果李世实 六胜两负 六就不用玩了 那就不用玩了 六胜之后 所以后面两局没有下 他就拿到500万人民币 这一战就奠定了他下 天下第一人的地位 所以他在天下第一人 不是自己喊一喊的 他是把中国大陆的 第一高手打败了 对 你看 这是 富士东杯是日本第一个世界杯 那三星杯是韩国第一个世界杯 春兰杯是大陆第一个世界杯 你看他世界杯 每一项世界杯 他都拿过冠军 冠军 你要知道世界杯要拿冠军 是多难的事情 你看他每个世界杯都拿过冠军 所以他总共拿了18个世界冠军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他的程度是世界第一 那么李开复他是用公式去跑的 跑以后他认为李四十剩的机率是89% 电脑剩的机率是11% 这里是李开复用公式去跑的 然后你知道这个电脑在对他之前 在去年10月先找欧洲冠军 这个樊辉来下五盘 5比0击败樊辉 但樊辉只有职业二段的齐力 差这么多 他9断 因此就把电脑跟樊辉 下了棋谱五盘 拿给世界观 9个曾经拿过世界冠军看 9个世界冠军看完就说 他李四十赢定了 但是谷歌一听到这句话 从去年10月到今年给他特训 怎么特训 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发觉到说我给你计算 没有用 你要自己会思考 会判断 会学习 我让你自己跟自己下了一百万盘 一百万盘棋 一个人类要下一百万盘棋 要花一千年的时间 他从一百万盘里面学习 要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情感 另外他输入了十万盘棋进去 不是输入进去 我输一手进去就要想 这手人类为什么要下这手棋 人类到底在想什么 让电脑自己思考 自己思考 下一手棋一下去之后 为什么人类这样下 他在想什么 我跟你讲 这次最厉害的就是什么 他里面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 他有深度学习引擎 电脑 会学习 会自己学习 深度学习引擎 第二个 神经网络 给他装神经网络 什么叫神经网络 他可以平行运算 这是假的 同时平行运算 第三个 把他连接全世界最大的大数据 也就是谷歌的云端资料库 把所有云端资料库里面资料 全部给他运用 所以他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引擎 跟大数据 你知道有多少工程师 在伺候这台电脑吗 多少 光深度学习的工程师 就20个人 你知道吗 这20个人连薪 每一个人连薪多少钱 多少钱 250万美金 连薪250万 那也是美金啊 美金就是将超过将近八千亿 不是八千万 八千万的新台币 年薪哦 一年薪水 20个光深度学习工程师 去伺候他 年薪就是八千万新台币 让这个电脑不只会计算 会学习 会思考 会逻辑 今天不是击败了世界起亡 不是击败了围棋 他是击败了人老 但是他就能打算 他是击败了 他击败了 三千万 或者是击败了 他一定忘灯了 他这比如说 他就是击败了 他就是击败了 我 他就能装